小万同学,来吧,第一个问题 老万同学 好,第一个问题 你是男的女的 我看你是猜不对了 第二个问题 你是文艺界的吗 是的 你是军人吗 不是 你曾经跟我一起演过戏吗 一起演过歌剧吗 你是,对,你是我歌剧的搭档吗 记性演过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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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种综艺节目吧 不会是王二妮吧 最后一个问题 王二妮怎么是记性演过一点点 我们俩有一个节目做过 她演过,我演黄母 她演喜儿来着 你是我的学生吗 在我心里是老师 我猜了,你是蒋宁 三号房间中到底是不是新年歌手蒋宁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五,四,三,二,一 请帮我打开 三号房间 你看谁来了 差一点都对 拿错了 我刚才一样 来,讲真有点二妮 王二妮,著名歌手 与万山红因工作相识 二人惺惺相惜,一见如故 无论是音乐上还是生活中 大家都彼此关注 今天相聚于此 又会为我们讲述哪些趣事呢 这个名二位是怎么认识的呀 清歌赛 清歌赛 你也参加过清歌赛呀 对 她是选手 她是选手,我是评委 你还参加过清歌赛 对 没啥成绩看这意思 我咋没印象 当时是 好像没进走决赛 这王二妮这一辈子呀 她是这个世界上运气最好的 对 星光大倒她也没啥成绩 现在比谁的名气都大 你这事整个 对 我咋觉得 没有获过一个 一个奖 我好像不适合比赛 一比赛就输了 一唱歌就赢 但她唱得特别好吧 对 然后我就 就那一次 我印象特别深 哎呀 我说这小姑娘声音挺清纯的 然后我就给她分打得特别高 我就一下子 她就入了我的眼帘 所以我就记住了 这个叫王二妮 对 但是后来 打那么高分 她也没进决赛 那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记掉一个最高分 我记得那会儿是 我参加的是 约生泰唱坊 然后我代表的是 中国唱片总公司 然后就是 原生泰一位 陕碧名歌 说实话 其实已经非常 大家很熟悉了 就是不像其他的 比如说 那个 就洞族大哥呀 他们多声部的 那个都非常的 那种精彩啊 像我们 我记得我当时唱了一个 《三十里铺》 就大家觉得已经非常常规了 就那种感觉 你对万老师印象是什么样的 他性格太好了 我太喜欢他了 是 其实万老师 我其实认识万老师 应该也是 到了中国歌剧舞剧院 到了剧院以后了 就是我们这儿吧 见面经常演的是吧 同台了 你们是一个单位的吗 那你两位嘛 是吧 他小 我基本上都走了吧 你来的 我走没走 我去 反正我们同台过 我去 应该是09年到10年 那个阶段 对 那我已经走了 但是我还回剧院演出 那时候 就是演出 我出的时候 虽然我离开剧院了 但是剧院那时候 重大演出 还经常会请我回去 所以跟您同台过 是是 但是我在横造以前 就知道万老师 因为他是民族唱法 唱得非常棒 就是很多的 比如说山南南 看花火夜夜呀 这些歌 老牌明星 对 还有公普赞 公普赞 我小时候都听 因为我也唱了 山美名歌嘛 然后就有很多的 老前辈嘛 歌唱家 他们的词带 其实我一切都听 所以对万老师 就是虽然我们 没有见过面 但是心里对他的唱法呀 包括就是他的这个形象 什么都非常熟悉了 而且我觉得万老师 他做了这个选择 去当老师的这个选择 特别好 你从心里面会不会觉得 他这个选择 真是挺伟大的一个决定啊 是的 我觉得其实 因为就是像万老师 他们这种民族唱法 到一定的时候 他也需要传承 去教给更多的学生 我想起来了 就是回声聊亮的那一天 您还说呢 万老师 我什么时候 你能带带我呗 我能不能成为你的学生 我还记得 是不是 咱俩零分手的时候 他还跟我说这个事来着 是的 是的 因为其实 我那 就是我以前听他唱过 公普赞 只是听的是 磁带 然后那天呢 我第一次听万老师 现场 现场唱公普赞 我真的是被他 我觉得真的是 唱得太好了 是厉害啊 确实就是 我觉得他不光是 就是他那个音色啊 特别亮 而且他因为是歌剧演员嘛 然后就唱到最后 那个处理的时候 那个爆发力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我觉得真的 我说哎呀万老师 我什么时候跟你 还要学习 真的 他们身上有很多 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他被感染了